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吃多了会伤脾胃的 而枣子呢 正好相反 对脾胃倒是有帮助 可是吃多了会伤害牙齿 所以也不能吃得太多啊 一旁的年轻人听了连忙说 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 可以吸收枣子和梨的营养 又能免除它们对人体带来的害处 医生听了很感兴趣 请年轻人说明原因 年轻人回答 我吃生梨时 只用牙齿咀嚼 吸收它的营养和水分 却不把梨子吞到肚子里 不就可以让生梨对牙齿有益 又能免除它对脾胀的伤害吗 年轻人又接着回答 等到吃枣子时 我就不用牙齿咀嚼 一口把它吞下肚去 不但可以让枣子对脾胀有帮助 也不会造成牙齿的损害了 医生听了反问年轻人说 你吃生梨不咀嚼 肠胃没有吸收 对牙齿怎么会有帮助呢 你吃枣子 一个一个的葫芦吞下去 而不咀嚼 肠胃能够消化吗 这样对人的脾胀 怎么会有好处呢 年轻人听了一时傻住 找不到可以反对的理由 倒是旁边的人都笑弯了腰 葫芦是指完整 整个的意思 后来 人们根据这个故事 把葫芦吞枣用来比喻读书 和学习不求理解 就好像把枣子整个吞下去一样 并没有真正成为自己的学问 小朋友 故事中的年轻人 并没有了解医生善意的提醒 医生的用意 是强调不要吃的太多 过量了会伤害身体 而葫芦吞枣会影响消化 也无法品尝枣子的味道 吃梨只咀嚼 而不把它吃进胃里 全都吐出来 不是太可惜了吗 小朋友 听完 听完胡伦吞枣的故事后 你还记得今天故事的重点吗 现在让我们带你回顾一下吧 今天故事的源起 是医生的医术高明 吸引许多人去看病 年轻人 过程中 医生说明 持生梨和枣子的好坏 年轻人无法理解 还用 只咀嚼生梨不吞下肚 只吞枣子不咀嚼的理论回应 这个故事带给我们的启发式 读书或做事 如果只是葫芦吞枣 就无法理解其中滋味 小朋友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 胡伦吞枣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一起动动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认真地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想想看 读书或做事 如果胡伦吞枣 不求理解 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你认为生梨和枣子 要怎么吃 才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呢 小朋友 上面两个问题 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 朋友 老师分享吧 成语小教室 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啦 今天的成语 胡伦吞枣 是比喻理解事物笼统含糊 或读书不求理解 主要是用在学习敷衍的情境上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胡伦吞枣可以怎么使用吧 有些道理必须深入思索 绝不能胡伦吞枣 我们读书时不可胡伦吞枣 才能了解书中大义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与胡伦吞枣相关的成语吧 相似的成语友 不求圣解 生吞活泼 相反的成语友 容会贯通 细嚼慢燕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小朋友 我们下次见 拜拜